原乡部落等偏远地区可能因为地理位置失支人员等问题 无法就近设置幼儿园 交易部在7月18日延续幼教法 公布社区互助是教保服务实施办法 让离岛偏乡或原住民地区设立社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因应 并且放宽地幕合格教保人员空间等相关规定 但原则已遭受30文违宪并要求建筑物要安全 那如果他在幼儿园还未普及之前 可以有一些例外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订定这个办法 那目前来讲只要是部落或者是国民小学学区内 没有公私立幼儿园 而且这个地区上可能有限制 那或者是他不容易找到符合幼儿园设立要件的一个空间 那或者是教保服务人员 那第二种状况是这些地区 就是我们刚提到离岛偏乡跟原住民族地区 那或者他学区内可能已经有公私立的幼儿园 但是就可静性来讲 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来讲是比较远的 不容易达到的 那这种状况底下也可以来申请 部分偏远及深山部落幼儿园 难以符合民众救济托育的需要 也有部落位于保安林地建筑物及时安全 目的规定不能盖教室等建筑物 也有部落聘不到合格的教保人员 没有办法设立幼儿园 不过有了这个办法得以延续幼儿教育机构的生存 本来我们仁爱乡在首要所 投号所里面 预计在今天的7月20号 这个学习完毕之后就要停办 那这次教育部有了这个配套措施之后 只要我们县政府能够认定 同意来正式的告诉我们相公所 能够继续来办理的话 我们非常乐意 教育部国教师指出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今年上路后 全台七千多所托儿所及幼稚园年底 就要改制为幼儿园 包括公共安全硬体设施等相关人员等 都要符合法令规定 教育部也表示这项办法是依据母法幼兆法 让需要的地区有法可循 并定立室内外活动空间 厨房保健区及卫生设备等相关要求 接着台北市采访报道